沈大使今天下午三点半钟,大级从澳洲飞回台北。 沈大使在台北机场拒绝说明他这一次回国住职的异议。 他说他将先向外交部长很仓奉提出有关的报告, 而目前他不能就中澳的关系问题做任何评论。 当记者问到有关澳洲最近经过大选之后成立的新政府, 是不是对亚洲政策会有新的转变的时候? 沈大使说新政府的成立对有关政策的制定会有所不同的。